艾迪生 艾迪生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大发明家 其实他小时候只在学校上过三个月的课 因为他常常问老师一些奇怪的问题 把老师难倒了 所以被勒令退学 艾迪生的母亲担任过乡村教师 她把艾迪生带回家去 亲自耐心地教导 艾迪生在孩童的时期就已经很有创意 有一次母亲得了急性阑尾炎 情况非常紧急 医生认为已经来不及送去医院 必须马上动手术 但是当时的房间光线很暗看不清楚 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 小艾迪生灵机一动 叫他的几个小伙伴拿着几面大镜子 把煤油灯的灯光透过大镜子 反射到母亲的身上 结果让医生顺利地动完手术 救了母亲一命 当艾迪生有了自己的事业之后 曾经遭遇过一次很大的灾难 主后1914年 当他67岁的时候 有天晚上他在美国纽泽西州的一个工厂 忽然间起了大火 烧掉了他当时价值200万美金的设备 也把他一生收集的大部分资料都烧毁了 艾迪生的儿子非常着急 四处去找父亲 最后在火场的旁边找到了他 艾迪生的儿子很伤心地看着满头白发的父亲 不知道他会怎么样面对 自己一生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一句 但是没有想到 艾迪生却对儿子说 赶快去找你的母亲来看 因为今后恐怕很难再有机会 看到这么大的场面了 第二天一大早 艾迪生来到熄了火的现场 在那一大片灰烬当中走来走去 然后微笑着说 灾祸也有他很大的好处 因为他把我以往犯过的种种错误都烧光了 感谢神 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做起 有关艾迪生的成就 可以说是毁育参半 有人认为 他并没有真正亲自发明了上千种的东西 有些项目是假手于别人的 不过 无论如何 他对神的感恩值得我们学习 在艾迪生84岁临终之前 他说到 真是没有想到 那边竟是这么的美丽 说完这句话 他就安息主怀了 艾迪生为苦难感谢神 使我们想起了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里的时候 写了充满喜乐的腓利比书 这卷书只有四张经文 但是有关喜乐 欢乐和平安 这类的字眼 却出现了将近二十次 他在腓利比书四章四节写道 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使徒保罗喜乐的秘诀 也是因为他能看到苦难带来的好处 比方说 他有机会向看守他的罗马兵丁传福音 而信徒也因为他的榜样 就勇敢地起来传福音 所以保罗能够喜乐起来 艾迪生和使徒保罗的事迹 都让我们看到 苦难非但没有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反而成为帮助他们往上走的阶梯 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 为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感谢神 天父 我曾经为我的玫瑰 感谢过你无数次 却很少为我的刺感谢你 祈求你帮助我看到刺的价值 也看到 苦难是引导我到你那里去的阶梯 我的眼泪是竹成彩虹的材料 我为目前所遭遇到的苦难感谢你 相信你此刻正在苦难的尽头 等候着迎接我 这样诚心地感谢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